下面就是黑黑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泥巴已经有阳起了 那个手电脑都走不出去 就是用摸的 暖度低温,潜水源及救援 复兴空难第二天 仍然有部分乘客还没巡破 搜救人员在基隆河沿岸 持续进行搜救工作 但是强烈寒流来袭 基隆河水温度只有两度 搜救人员在潜水衣里穿了保暖衣 搜救人员一上岸 就必须立刻保暖 补充热量以免室温 现场搜救环境恶劣 不仅下雨,河水混浊视线差 他们分批进行搜救 最多在水下一小时就必须换班 可能比室温现在的温度再高一点吧 感觉啦,感觉上面很弄在一起 因为河水混浊 为加速搜救失踪乘客 搜救单位寄出水底探测器 声纳及水中摄影器材 查探水底也无生还者 这机器可以在行径间 探测左右两边的河床 水中摄影机拍起来的画面就像这样 发觉水下有状况 潜水员也会直接下水查探 他们最感谢的是 慈禧妈妈们准备的去喊姜汤 水还是很冷还是没办法 那也感谢慈禧这边给我 一共的姜汤 也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疑问 所以我们是分批的在做这个动作 东新闻台北报道